今天我要来做淘宝开箱的影片 登登 这是一个耳环 试看带吧 为什么我在这里玩耳环 玩完了就很痛 我怎么又多一只熊 你兄弟耶 我的天啊 它的脚要从这个洞洞里面出来的 它的洞洞都太小了 脚都出不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isa 今天我要来做淘宝开箱的影片 但是在那之前 我现在在吃饭 可以给你们看我今天的午餐 这个是一个 Mentai Ko Salmon Rice 然后我点了一杯 Tea Life Multiholics Tea Life最近有出一个是 Yam flavor的 又一个是Yam Bo还有Sago的 我的午餐 它这个上面黑黑的是 好像Abiko的 很好吃 为什么我吃饭要半可爱 你们看这边一大堆 越累积越多的包裹 然后我的淘宝已经来了 超过一个月了 还没有开 在开箱之前呢 跟大家推荐一款 我最近在用的VPN 就是这个Surfshark VPN 其实我们每天在使用网络的同时呢 也是在大量的曝光我们的个人信息 然后这个Surfshark VPN 就可以把你的个人信息加密 就避免你的个人信息被hack 除此之外呢 用Surfshark VPN 也可以帮你在追剧的时候 在Netflix上面解锁 这些只有在国外可以看到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用过VPN 或是你打听这个VPN不好用的话 也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Surfshark VPN呢 它有30天的免费试用期 如果你觉得不好用的话 它们可以马上推款给你 重点来了 现在用我的专属Promo Code 就是这个Ember 你就可以有83%的折扣 而且还有三个月的免费试用期 对 有三个月的免费试用期哦 所以快点点点击视频箱下面的link 一起下载试试看这个Surfshark VPN吧 先来开小包的 我猜到 我先把全部的package开了先 然后再一个一个看 开包裹开出做饭的感觉 这是那几期啊 这是一个preview 这是小白成长日记 下一个要用到的道具 它是一个拉配机 就是做陶逸的那个 我现在是怎样 我要学一个东西 我就要买一件紫器回来吃 然后这个有一大堆泥土 所以它这么重 Surfshark VPN是这样来的 来 首先我们来开第一个 这个无味不味的 日本酒屋会用这个来烤肉的 然后跟你讲 这真的很重 所以我要买和牛来烤 才可以配得上这个 这么high class的东西 我记得好像不平衡 第二个东西 来 我们来打开 这是什么 奶茶机 它这里有几个功能啦 就是可以泡各种各样的东西 奶茶 花茶 咖啡 还可以打奶泡 我觉得这方便是可以泡花茶 就是那种养胸茶 至于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可能过后 我用了 我就会跟你们讲的啦 然后这个是什么 叫我先别拆 凝取blablabla 我不想 我就要拆 胸前 刀呢 拆刀呢 这是我买的一个小小的玻璃杯 钻石玻璃杯 它是钻石形状的 这就是想要让生活充满仪式感的一个小小杯子 好 所以目前来讲我看三个东西都是 为了让我的生活有仪式感的东西 可见我多么重视仪式感的 我绝对不是浪费钱的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Sunshine life 看一下是什么 啊 这个好可爱 这是一个 我买的一个小盘子 它就是一个超级可爱的狗狗 哈士奇 它现在长得一点不像哈士奇 但它就是一个哈士奇的小盘 这啥 这是什么 啊 这是一个耳环 focus不到 王美首饰也救不到 嘿呀 你不要一直focus这个啦 哟 这是一个耳环 这是我第一次 买这样子的耳环 然后 不知道 戴不戴的刀啦 试看戴吧 是这样子对吧 是说我是戴错了是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电话咧 有了有了 哦 我戴错了 为什么我在这里玩了 玩完了 觉得很痛 我不想看起来很烦 为什么他们那些人戴得很轻手呢 结论这真的好丑好脱 我买了很多个这样子的呢 好像是 还有这个很漂亮啊 在照片看到是很漂亮啊 都 我现在觉得我戴什么都不好看了 因为我耳环真的好红 你看这是没有红的 这个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这是一个月球灯 然后 然后开给你们看 等一下 等一下 还要找中心一点 啊 啊 找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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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难耶 你不要让我怀疑人生可以吗 OK 找到了 找到了 哦 他在转 Nu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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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做背景啦 好 接下去就是 来开我的衣服 因为真的超级多 所以我就是 很快速的拆 就好了 好 这一套是什么 Let me see she 我现在的心情是跟你们一样的 就是 你不知道我要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要拆什么 我真的买太久了 OK 它是一套 蛮好看的 这好拆心 就是一个红色上衣 一个黑色的裙子 然后它也是这种娃娃领的 Next 下一件 是这一件 这样子的 有一点复古的格子衬衫 现在这样子看好像 有点奇怪 可是我觉得上衫应该 还是不错的 就是还挺乖的 尤其是我现在绑头发 看起来就非常的乖巧 乖巧不是一个好的词 吴亦凡会问你 你乖吗 又是红色的衣服 哇 哇 我就买这一 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想要走成熟路线的啦 那就当着换个风格 到时候 穿给你们看一下我可不可以 驾驭得到 现在看着很奇怪 我绑这样可爱的头发 这个小熊 其实是跟着一些衣服一起来的 只是因为那时候来到了我 只有拿它出来包 只拆了它一个 我还没有开 我就知道它一定是不错我的尺寸了啦 非常的学生 学院风的一个 马甲 Quality是感觉不错啦 挺舒服的摸着 感觉可以盖着睡觉 如果真的是不能 我就剪开它当被子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衬衫 这个也太复古了吧 我的天啊 这个我能驾驭吗 我觉得复古的衣服哦 你穿的好是复古 如果你穿不好 你就是拿你阿嬷的衣服来穿的感觉 我这样拆我还看到还有 超过一半的衣服 到底买了多少衣服 我是买了Bissue Babers 是吗 应该是里面要再补多一件衣服 看这是就是很basic 很basic的一个白色的衬衫 应该是照片的那个模特儿 穿得很好看 然后我就觉得我会穿到这样好看 哇 这看着很像桌布 杏色 不要骗我不懂什么是杏色 它这里写的杏色 这明明就是鸭屎的颜色 跟那个全白的有一点像 但是它就是有格子的 这是highlighter的黄耶 我的天啊 你们真的是晚上在外面 不会被车撞的耶 这个它衣服它的特别的地方 是在它这一个中间这边 它可以这样子 你把它打开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拉紧 然后拉紧你拉越紧 这边就越V 但是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应该不会拉这样紧 哇这好舒服哦 我的天啊 它就是一个增纸的一个 非常素的一个增纸衣 但是它的quality不错呢 这是一件有小设计巧思的衬衫 你看它的这个button非常可爱 它的button是五眼六色的 然后有一只小兔兔在这里 这件是一件 黄色的毛衣 镜头前面你们可能感觉不出来 它有多么显黑 是因为我现在有打灯 加上我的妆是蛮白的 但是你们看我的手 都是熟过我的脸啊 不一样颜色看到吗 你看我手放在这里 好奇怪这个位置 OK 放这里 我们看就是这样子 它是有一丢丢的 显黑的 设计是好看的 其实设计是好看的 好累哦我要拆完了 都没有出去了 好可爱好不实际的一件衣服 非常学生风的一件衣服 一套 然后还有裙子 然后它的这个太好笑了 我要吐槽一下 有养宠物的人应该都知道 它这个就跟我的猫的那个链是一样的 它是狗链的概念 哇这个好可爱耶 它有贝贝的 这个我喜欢 它的贝贝是用别针 增上去的 哦好有心哦 哎呀呀呀有有有有有 我现在全身都是熊 你们看我头有熊 然后我的身上也是熊 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很可爱 我觉得人家倒哦 快点我要开最后两个了 啊我要拍完了 我要拍完了 又是一件这样子的 我有发现了 我为什么会买 一直买回一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淘宝它 你看了一个它就会一直推一直推 我以后买淘宝要想清楚 不可以这样子 我怎么可以这样的 但是也还好啦 反正 拍片的话都是会用到 我怎么又多一只熊 哎这只熊狗 我捅上是捅一只耶 What the 你兄弟耶 我天啊 你们看它的pocket 是这样子一个一个洞的嘛 然后你要给这个宝贝进去的 它的脚要从这个洞洞里面出来的 它的洞洞都太小了 脚都出不来 好像被哭死了嘛 对不对 好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我最后一件 衣服的开箱啦 今天的淘宝开箱 终于开完了 好像花了很多钱耶 我买好像整 大概2000花了 其实很多反而不是那个衣服的价钱 因为我有买那个拉配机 所以才会这么贵 然后还有一些好像那个石板 蛮贵的那个烧烤 这个还有这个 整理东西200块耶 好所以今天的淘宝开箱 就终于开完了耶 各位还可以期待一下我的那个 拉配机 对就是我的小白成长日记 Next Episode 耶 我要选拉配了 很期待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各位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把我点赞和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想追踪我的生活状态 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安娘